那為什麼 為什麼會是答案會是一月份呢 其實呢 因為一月份的話你知道像加州是因為不會下 不會下雪 可是會下雨 然後東岸的話呢是會下雪 所以在一月份大家就 不喜歡辦威廷了 因為很多美式的威廷都會可能在戶外 對對對 原來是這樣 今天真的好好上了一課太好了 沒錯學到一個東西 好 下一題 換考音樂題了 喔 音樂 這有點難 因為我個人也不曉得 題目要聽好了 一個 一隊的樂隊 最少需要幾位成員 才可以叫做大樂隊 要有幾個人才可以叫做大樂隊 A 8個人 B 10個人 C 12個人 D 14個人 正確答案是 幾個人才可以叫大樂隊 我以為三個人就可以叫大樂隊 對 Guitar bass跟鼓 那叫小樂隊好嗎 對啊 這方面的常識我也不行 我以前考樂理也是超差的 真的蠻難的 這集真的蠻難的 比較冷知識題喔 好 我們請這位兩位小姐亮出答案 好 來 來 好 好 加加跟菲菲 都是答案 都是B 10個人 為什麼 等一下 為什麼你會猜 why I don't know 你只能猜猜 我只能猜猜 8個人不是叫octep嗎 Octe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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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來你才學過 菲菲學過 謝謝 好 恭喜恭喜 都答對了 好 來 耶 得分 恭喜兩位小姐 這正確答案就是10個人 真的不簡單 答案就是B 10個人 這是正確答案 好 恭喜恭喜 那我們來進行下一道題目好了 這一道題目呢 比較像是自然科學方面的題目 對 好 請問呢 蜜蜂和蜜蜂之間 他們用什麼方法去傳遞訊息 他們怎麼講話的意思 好 A 語言 蜜蜂會講話喔 對 語言 對 或是B 發送氣味 他們會有味道出來 E 你不要把虎售售過來好不好 好 C 跳圓舞曲 跳圓圈曲 這難倒我的 我不會 對呀 我沒辦法表演 蜜蜂會跳舞耶 好 再來 或是D 發送光線 我想發送光線應該是螢火蟲吧 有可能 那請佳佳跟菲菲想一想 我大概猜得出答案了啦 好 菲菲有答案了 佳佳也有答案了 我猜 跳圓圈曲 圓舞曲 它就是circle dance嘛 對 小蜜蜂會跳 其實我也覺得應該是圓舞曲 我知道昆蟲 很多昆蟲都是藉由跳舞 來溝通的 哇塞 OK 好 那我們先請佳佳跟菲菲 看看他們的答案是什麼 他們是一個B 一個D 這個是加加是 加加是發送光線 那菲菲的話 它是說發送氣味 請問正確答案 哇竟然真的是跳圓舞曲耶 對啊 好棒喔 我還是有在念是不是好嗎 好嗎好嗎 對啊 有也不用強調啦 好像只有念這一題的感覺 我就答對這一題 很慘很慘 好趕快進行下一題 這一題真的是難 真的是難 觀眾朋友聽好了 仙人掌的液退化成真 作用是什麼 A 幫助繁殖 B 盡量吸收陽光 C 減少水分蒸發 D 幫助吸收養料 經過把答案 答案這個念完之後 我大概也知道這個 正確答案是什麼 其實正確答案應該蠻明顯的 好亮出答案 好兩個人的共同答案都是 C 是減少水分蒸發 我相信非常明顯喔 耶 恭喜恭喜 兩個人的自然科學題都還蠻厲害的耶 好現在是7比5 暫時的 由菲菲領先2分 那題目還是還有很多 接下來我們請蘇晨出題 那我來問這一道題目 這一道題可能跟也是歷史 宗教吧 宗教文化方面有關 好請問呢 下列哪一個選項是回教徒他們的禁忌 答案請作答 A 吃豬肉 B 結婚 C 打蠟 C 打蠟 D 沐浴 D 沐浴 請問 對 答案是哪一個呢 好請作答 我相信這一題應該老師上課也會有教導 對我想應該這一題應該還算OK 我想大家應該都會答對 沒有答對的窗戶在旁邊 自己應該知道怎麼做 好來我們亮出答案 答案就是佳佳跟菲菲回答的 A 吃豬肉是他們的禁忌 真的恭喜 我非常篤定他們兩個一定會答對我才敢這樣講 對啊 要不要這樣也跳超多人數 或是他們不敢吃你 對 對 又在講我了 又在講我了 好 分啦 一人一題啊 一人一分 好啦 恭喜恭喜 好 再來 接下來這一題呢 來 英國的國旗主要的圖案是什麼造成的 A 圓形 B 長形 C 米字形 D 星形 請作答 字幕作為ges